哦,beautiful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下 我目前可以买到的最贵的 iPhone14 Pro Max的保护壳子 大家看 这个牌子叫做 RM 中文名字叫做你摸 不行吗 那我自己来 这个牌子 我之前好像是听过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行李箱 非常的有名 就是非常结实 主要是非常的贵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就是突然就跳到了他们家的这个网站 好像是点了一些奇怪的广告 然后就进入到了他们的网站 我一看 这个好像就是我以前听过的 那个行李箱那个牌子 再仔细一看 发现他们竟然有 阿芬的保护壳的这个价格 也是非常的惊人 我买的这个价格是 官网的价格是 1190 iPhone配饰旅美赫金 iPhone14 Pro Max 手机可赃 1190人民币 韩国官网的价格是20万韩币 我跟我们家那位说是20万韩币 但其实加上运费 加上 因为官网就马上 就售请了 就没货了 我在其他的网站找来找去 还涨了这个六七万块钱 一共花了26万 多少 讲讲27万韩币吧 这个价格核算过来是 1436人民币 201.44美元 我们可能都会好奇 这个一个破手机壳子 为什么可以卖到这么贵 官网有这个详细的描述 他们这个吹了开始 我们看一下 Remo 铝镁核金 它是铝镁核金的 就这个合金里面 铝金属要比铝金属 含量多了这么一点 所以叫做铝镁核金 总之大概就是这样的 然后 iPhone14 Pro Max的手机可将超强保护性能和标志性的凹槽设计 有机的结合 作为我们的标志性拉杆的完美搭配 这款轻量纤细的手机 可采用铝核抗震TPU材质制作 就是塑料壳子 手感舒适 防滑托性能卓越 即使您来回奔波 我基本都在家里面 异能悉心保护您的手机 免受磨损和刮仓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何德何能 这个手机壳子可以卖到这么贵 证明品牌的名字叫Remo 这是他们的logo 是个M字 然后有Twin Peak双方的感觉 他们这个双方 我就突然想起美剧那个双方了 看来看去就非常闹心 就看不懂 然后背面 Made for iPhone 14 Pro Max 然后下面用多种语言 仔细的描述了 就这款产品不支持无线充电 因为它是金属的 刚开始我不知道 后来我在官网看到 他们有一个非常小的描述 在这个材料里面有一个无线充电是否 但是当时卖家已经发货了 所以我就无法取消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壳子 非常防保的纸质的壳子 如果包装壳子也采用铝合金 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好一点 然后里面有精维度的坐标 然后 然后 终于渴了 啥玩没有 非常简约的说明说 Look at this 然后这个手机可走 哇 典型的TPU的味道 这铝合线 有一点 酸不溜丢的味道 这怎么回事 这边是金属的 这边有一个logo 然后边缘这部分是TPU的材质 然后里面 这里面也是TPU材质的 还有Made in Germany 这个就是官网说的 非常经典的凹槽的设计 就是这种又细又长的小线条 这就花了我将近1500块人民币 把这个壳子戴上去看一下 套合不合身 我们要戴上去才能知道 非常的紧 很贴合的感觉 不说防化性能很好吗 防托吗 刚才差点就摔掉了吗 知道吧 Look at this 戴上去是这样的感受 非常的紧 紧致的感觉 beautiful 挺带性 我感觉还可以 这边有一个非常小的细节 Look at this 这边前置摄像头的 上面也是有了这种凹槽的设计 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像是因为怕挡着咱们的麦克风 所以它采用了这种非常细心的设计 然后这个按钮 按钮手感也是非常的不错 嘎哒嘎哒的 然后电源键有一点偏软的感觉 没有嘎哒声 它这边块颜色比我想象中的要深一点 在官网看是非常浅的颜色 但是实际看的话 非常类似于我买的这个 非常像咱们Elegal的底座的颜色 石灰色 灰色和银色搭配起来 然后握在手上 这种触感还是第一次尝试 好像在手机壳背面放上了好几根画面 来回揉搓的这种感觉 OK大概就是这样感觉 然后整个贴合度还是非常好 在正面看起来卡卡的 背面有这种杠裂直男的卡卡的感觉 下面我们就来试一下 MagSafe 我现在比较担心 MagSafe不充电可以 但是能不能直轮到我那个手机支架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吸不上的话 就会比较尴尬 我们来看去 不说防滑吗 官方的MagSafe充电器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咔嚓能不能 它能不能吸上 吸倒是能吸 但是这个力度 好像吸不到我那个车载支架上了 完 然后充电也是完全充不了的 这个这次 咔嚓这么一吸 哎呦 不行 不行 吸不上 非常的软 不仅是这种车载支架 我刚才试了一下 像咱们 我个人非常喜欢使用的 Moft的卡包 也是完美的 不支持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必须要用的Moft的卡包 经常吸不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但是你还别说这个手机壳子 真的是有点烦 真的是非常好看 就是在各个角度 这个线条呆干 就这个角度 咔嚓一下 真的是非常带劲 根据光线的变化 它这个铝镁合金 达到一种非常优雅的感觉 就感觉可以让咱们的阿芬 整个身体非常的修长 就整个机身就感觉非常的修长 而且有一种意外的稳定的感觉 不知道是怎么着 但是官方说的这个防滑的效果 是非常的烂的 因为它这个小细条 它是竖着来的 如果是横着的话 咱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防滑作用 但是因为是竖着的 咔嚓一下就非常容易掉 但是这个设计真的是 非常beautiful Lukitas 真的有一种全新的角度 就是这个价格 可能会劝退咱们99%的人类 但是这个设计 就是有钱没处花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 虽然我们不可以使用 MagSafe这样非常强大的功能 但是他们这个官网 不仅有铝合金的 还有那种塑胶的 虽然不是金属的 但是也可以享受这个树的线条 大家看有两种颜色 iPhone配饰 红彩阿芬14 Pro 收集壳子 阿芬14 Pro Max 哑光黑色 无线充电是适 免接触支付是适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更加的便宜 它是800块人民币 所以想要使用 MagSafe充电功能的朋友 可以选择黑色或者是彩虹色的 巨蛋酸质的保护壳子 所以手里面的闲钱比较多的朋友 我个人来讲 还是可以推荐一下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我跟大家介绍这个视频就好 谢谢拜拜 其实是这个人 你以为喜欢一下 我 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那就玩一下 我们在看下一个 没有做一个 我很喜欢 所以会觉得 很像你 我这个人 有很像你 你在找一下 你直接能夹 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